美股的科技財報週即將展開囉 有很多重量級的大咖公司 包含像特斯拉 臉書 Google 亞馬遜以及蘋果 這些相關的公司都會公布接下來的財務報告 這些財務報告隱含了哪一些重要的選股密碼 以及哪一些個股有機會表現得非常亮麗呢 今天節目一次告訴大家 字幕提供 一路操盤到五千萬 我深知股市的各種操作手法 錢不是萬能 但沒有錢萬萬不能 每個人的出身經歷都不同 但什麼東西可以是公平的呢 那就是股市囉 股市有非常多的機會 你想買車子 你想買房子以及出國旅遊的機會 組繭幸福家庭或高品質的生活 機會面前人人平等 利用原動力操盤法 帶著你一起財富自由 喜歡標股原動力的投資朋友 請幫我訂閱按讚分享出去 請加入我的LINE粉絲團 小老鼠MORE888 標股原動力有賺錢採購力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我是委員老師 今天時間來到了10月23號 星期三的時間 今天大盤下跌了200點 但是不用擔心 為什麼後面還有很大的商機要告訴大家 怎麼說呢 來我們看一下今日的大盤 今天大盤跌了200點 剛剛好跌了200點整 收在23334對不對 這個位置點 其實剛好他回測到五日均線左右的位置 而且今天是亮縮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呈現亮縮 亮縮又來到五日均線 從技術分析的觀點 價量結構的觀點來看 是一個好買點 當然我們等下會從籌碼的結構 再繼續跟大家來講 那當然我們看到今天的 兩檔的指標個股 2317的鴻海 看好明年後年蘋果的換機需求跟ANN的業務 外資給予的目標價是270元 客氣了對不對 他們自己發ECB都300塊對不對 270塊算客氣了 所以我們這樣講好了 其實現在大家很多人都討論說 他到底會不會來300塊 我覺得還是早了一點 可是他會不會漲 他會漲 會不會漲到300塊 不一定 可是如果有靠近 那就是好事 那就是應該幹嘛 逢高獲利調節 都是這樣做 所以也不用去care那個 你要想的是當下 最近這個timing點要買什麼個股 或者說鴻海到底可不可以買 我先給簡單的小結論 鴻海可以買 但是你要買的點 我希望你買的漂亮一點 現在的位置 並不是最漂亮的位置 他有點高了 稍微等他有一個好買點 再做切入會更好 另外像3189的景碩 我們昨天跟各位講過景碩星星 我們都看好 所以你看景碩打入AI供應鏈 相關的ABF載板的業務 預估在第四季會開始放量 做一個出貨的一個動作 所以你看 當行星 景碩 紅海 都在漲的時候 你覺得這個盤會差嗎 當台積電在漲的時候 廣達在漲的時候 這個盤會差嗎 不會差的 所以其實今天 只是一個很合理的回答 為什麼 市場擔心什麼 川普當選的機會越來越高 是這樣子嗎 可是 會影響到產業發展嗎 我覺得 倒是大家 有點擔心了 擔心過頭 我們要看是什麼 哪一些公司是 現在值得大家去買的 那你看 現在開始 有一些什麼鬼故事都開始跑出來 IAF警告全球經濟成長面臨下行風險 下修明年的展望 對不對 那你看 還預估明年的全球通膨率 會從今年的5.8%降到4.3% 那我覺得跟各位講 經濟成長率從3.3調到3.2 通膨調到4.3 好沒有 4.3 那你要想一件事情 連美國聯準會跟歐洲央行ECB 我們昨天講過嘛 歐洲央行 都要幹嘛 都要把 所謂的通膨 降到2% 目標價是2% 那他這個4.3% 那個還離很遠 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那個起人優天了 所以他經濟下修成長率是什麼 從3.3% 下調到3.2% 下調到0.1 當然是以全球經濟成長率來看的話 會有影響 可是影響其實沒有那麼大 我先跟各位來解讀這樣的一個訊息 好不好 再來 最近大家我想很多人在討論美債 那美債現在怎麼看 主要還是因為 市場我剛才講嘛 市場預期川普的慎選機率會增加 高關稅可能會為美國帶來更高的通膨陷阱 不利聯準會的降息 大概邏輯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覺得說 現在應該是股優於債 應該這樣講 但債還是可以買 那就是要長期投資 長期的一個配置 主要是這樣去看 那現在你短線上面要賺到錢 應該還是要以股票為主 這是跟所有的觀眾朋友 投資人做一個說明 我覺得現在你都操作 債的部分的話 你可能要報很久 未來還是有機會會賺錢 可是變數越來越多 我必須這樣告訴大家 變數越來越多 那股票的部分的話 我想變數又少 你看整個相關的科系類股 AI類股 黃倫勳都講 AI的需求好到你無法想像 不是嗎 整個需求全部都賣光了 對不對 GP200 那個NVL72 那個所謂的機櫃全部賣光 是吧 好 那再回到大盤 現在的大盤是怎麼樣 今天跌200點對不對 你看我給各位看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一般大家都會看什麼 小台多空比對不對 可是我跟你講 現在大家會發現 小台多空比 好像不是很準 就是說 當一般的指標這樣 散戶視為反指標 散戶做多 那就會跌 散戶放空 就會漲 市場的邏輯是這樣子 可是 我發覺 這一兩年以來 你看小台散戶比 其實不準的機率很高 因為我看到小台散戶比 最近其實 從大概8月份左右 就一路都在做多 所以他倒是 賺還是賠 看起來好像是對的 可是如果你看到那樣的資訊 而你一直選擇放空的話 你會被告得很慘 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看什麼 這個叫微台 好不好 比小台更小的 叫做微型台子 微台散戶多空比 這才是真正的散戶 用微台子去下 好不好 不是小台子 叫微台子 那你看 他這個微台子很特別的地方 再來 他又回歸到本來以前 好幾年前 小台子散戶多空 怎麼樣很準的那個時候 你看 我給各位看這個畫面 你看一下 來這邊 這邊他是不是大幅度的幹嘛 做多 這個做狀體往上 大幅度的做多 結合指數 正正正然後就掉下來 對不對 換個顏色 換個藍色好了 是不是掉下來對不對 然後呢他在這邊 怎麼樣 大幅度的 做空 結果指數又漲上去 他在這邊做多又震盪 然後呢 然後呢再來 這邊 有沒有 這裡的話他又幹嘛 他又做空 結果指數又漲上去 現在又做多 然後又貼下來 所以你就會發現什麼 以現代這樣的狀況上面來看的話 我會比較建議大家 這樣子去做一個操作 所以你看哦 今天跌200點 當然這跟散戶的微台 微台散戶多空比有關係 所以現在散戶似乎啊 稍微比較偏多一點 那 短線上面會比較震盪 那你再看這是外資 外資從今年的累計買賣超 這有點擋住 累計賣多少 4472億 賣4000億 但是你看指數的狀況是怎麼樣 一路漲 有沒有中間一開始有跌啦 為什麼 因為一開始從年初的時候 大家看到是外資在賣 會怕嘛對不對 然後剛好又有一些利空 所以指數就一直跌跌跌 溜滑梯這樣掉下來 掉到這裡來之後呢 那你後來就發現一件事情 發現什麼事情 外資你越賣 他越漲 賣就賣不下去哦 漲就越來越會漲 你看從這裡你看 這邊相對低點 他賣超的金額在這邊 後來你看 累計賣超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一直賣賣賣賣賣賣賣 賣到現在 累計是4400億的一個金額 但是你看大盤 大盤的現在位置點 其實也是很接近210,000 所以代表什麼 我昨天其實跟各位講過這個觀念 外資對於台北股市的影響力 其實我覺得有變小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訊號 因為以前大家都 大家都視外資為神嘛 對不對 你外資買就要大漲 外資賣就要大跌 那你有沒有發覺到 這兩年不是這樣子 反而完全由內資跟所謂的 投信ETF來主導 他們持續的買啊 每天都是在買方 你看投信就很明顯 因為一堆人申購ETF啊 所以那資金就是只有一條路 就是一直買 一直買 一直買對不對 買到外資都怕 所以他一直賣啊 還是繼續漲啊 所以這樣的一個數值 就告訴大家什麼 我告訴你 我給你看這個數字 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不是告訴你說 航行要跌 航行很空 不是 是外資賣了這麼多 都賣不下去 對不對 那代表什麼 航行還是OK啦 好不好 已經這個邏輯觀念給大家 好 再來這個選擇權的區間 簡單來說 這個圖有點複雜 我們不要講那麼複雜 現在大盤的區間 就是2萬3到2萬4 就這樣 壓力2萬4 支撐2萬3 很簡單 區間操作 區間操作 那你看 現在的美股 我剛才節目預告講 美股的科技股的超級財報週就要開始 你看包含像特斯 10月24號 IBM 然後Alphabet 就是谷歌 然後 超微 微軟 Meta 蘋果 Intel 他們都要陸陸續續的 一路到11月 都會做所謂的一個財報的一個動作 那你注意到一個現象 其實你看 你畫面 畫面的左手邊 你如果看現在的節目 左手邊的部分 特斯拉 然後呢 亞馬遜 谷歌 就是 對於未來的展望 EPS法人估的 根據外資法人的預估 那我把它匯整起來 外資法人的預估 比如說特斯拉是計增 11.5% 但是是年減 12.1% EPS估0.58元 那再來呢 亞馬遜的部分是計減9.5% 年增21% 再來 Google部分是計減2.6% 年增18.7% 所以什麼 都是一增一減 你有沒有發現到這個現象 它不是兩個都好 不是兩個都增加 一個增加一個減少 但是右邊這一塊 包含像微軟 Meta 蘋果 你看喔 微軟是計增14.7% 年增3.3% Meta的部分 計增1.3% 年增19.1% 蘋果 計增10.7% 年增6.1% 都是成長 計增年增 所以可以看到這個現象什麼 這6檔裡面 哪三檔比較有機會 就是微軟 臉書跟蘋果 所以你看 選股密碼就在這個地方 你要往這個概念去找 微軟就偏什麼 比如說AI的一個PC AI的NB 電腦相關零組件 伺服器 這一種的 Meta也是找臉書相關的 最近臉書不是出了一個什麼 這個眼鏡對不對 有一些光學類的 這個也可以注意 蘋果就是平概股 ABF載板也是平概股 所以你從這三個面向 你可以很清楚知道接下來 這一個月的選股的邏輯跟密碼 你要往哪裡走 我想薇文老師的節目當中 都跟各位講得非常清楚好不好 所以我們預告 講在前面 一個接一個命中 為什麼這樣講 你看10月21號 我是不是在LINE的發文上面 我特別跟大家講 中小型股前面資金被排擠 因為台積電大漲 當台積電大漲 中小型股資金被排擠 你要利用什麼 利用這個好機會 震盪洗盤來找買點 很多個股今天又再創新高 我們等一下一個一個來看 所以想要掌握第一手的訊息 我們的LINE 請把它加起來 LINE在帳號在這個地方 請各位多多的 善加利用 多多的參考 你可以在每天的早晨 收到文老師的 標股的盤纖戰報 這是最重要的資訊 像昨天我們告訴大家 3037的星星 來我們看一下 3037的星星 有沒有 股價噴出大漲 再來2329的華泰 這我們今天早上告訴大家 股價一樣跳空 往上大漲 所以你看到我們的 盤纖標股戰報 其實會有很多很多賺錢的訊息 放在裡面 你要去挖寶好不好 去趕快看到我們的一個 LINE的文章 所以想要第一時間掌握 最強勢的相關個股 最有機會的股票 我們的LINE文章 一定要記得來看 然後怎麼看 就是加入我們的LINE 就可以很快速的 每天早上 威爾老師就會發文給你 你就會看到 我們這樣的一個 非常棒的一個文章 好不好 那你看一樣 我們告訴大家什麼 台股我目前的看法還是沒變 先看到2萬4 但是看到2萬4之後 就會有壓力 我們剛從選擇權的資深壓力去看 壓力就2萬4 資深是2萬3 你從這兩個角度上去看 也是可以很清楚 好不好 再來 我想魏哲嘉總裁來講 董事長來講 AI需求是真的 COVAX產能兩倍 所以你會發現什麼 這些所謂設備的股票 它就是輪動輪漲 很多投資人在講 這次台積電沒有講資本支出要擴增 他小聲怕怕 對不對 可是你看設備股最近還是在漲 我跟各位講 台積電 他都會在第一季的時候 講資本支出 他不會在第三季講 為什麼 因為第一季是一年的開始 所以他特別去展望 我今年資本支出要花多少 用在什麼 先進製成2奈米3奈米要用多少 他都會抓在第一季講 所以第三季他不需要去講這個東西 他只要把財報 毛利率57.8% 攤出來 股價他那個AD就漲10%了 對不對 就已經夠強夠強了 對不對 所以我跟各位講 後面的需求都很大 所以你看 我們前面不斷在LINE的文章 10月18號我們也預告給大家 法人會有一波的升平潮 把平等調升 你看現在台積電都看到多少 外資都看到1600 對不對 艾斯摩爾當那個時候 10月16號大跌的時候 告訴各位什麼 那是最佳的買點 哎呀你看 朋友到今天 你會不會發覺 你去接這些AI的股票 哇各個是幹嘛 各個都是好買點 各個都是好機會 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打個比方 2330台積電 我們就講台積電就好了 頭髮我們去對照一下 10月16號在哪裡 在這裡啊 當天又打到打下來 他本來要創新高 但是打下來嘛 我就跟各位講 是不是絕佳買點 你看 是不是就漲上去了 對不對 從哪裡 從1030漲到1100內 一張差了70塊 238的廣達 10月16號 是不是在這裡 從哪裡 825塊漲到233 2317的紅海 你看10月16號有沒有 從200塊漲到217塊 那就代表什麼 代表我們給你的 預判是正確的 我們給你的預測 是正確的 不是嗎 對不對 好我們再繼續看下去 所以我們每一個轉折點 請鎖定我們的Line 我們的節目好不好 記得把它訂閱 按讚起來 分享給你的好朋友 所以我說 低檔減便宜 高檔才會輕鬆賺 股票什麼時候最好買 大抵的時候最好買 股票什麼時候最好賣 當它大漲的時候最好賣 人棄我取 人取我欲 你這是股市不變的自勝法則 所以大家要把它記起來 好吧 所以我們再看一下這個行情 你看 不然像2376G家 我這兩天不斷不斷不斷的告訴大家 其實整個AI 特別是老AI的族群 2376G家是被抵估的 今天大盤跌200點它是漲的 漲1% 如果漲1%有什麼好講的 但是你看今天大盤是跌的 今天許多股票是回檔的 重點在這個地方 我們這是一個比較法則 如果說今天大盤漲了1000-2000點 它漲一點點 那確實比較弱 可是今天大盤是大跌的 它逆勢收紅 就代表它夠強 等大盤一旦直穩 你說它會不會衝出去 就非常有可能 OK這樣了解嗎 好不好 技嘉 那廣達 漲到322 我就已經跟各位講 擋到322 它就是會稍微震盪了 所以你看資金也是聰明錢 跑到哪裡去 開始跑到技嘉去 對不對 所以還沒跟上 好不好 我們前面已經佈局了好幾次了 好嗎 前面請加入成員佈局了好幾次 我們等待它噴出的大獲利 好不好 來 再一樣 廣達我們前面賺完一波 賺完廣達換技嘉 那一樣 我們賺完成員墊換高麗 那一樣的意思 高麗今天收在350塊 相對是非常的一個強勁 所以我跟各位講 它這個技線不用太care 它只要一根帶量上去就突破了 它那個板式熱交換器的一個產品的狀況 其實需求非常高 不會輸給成員墊 所以它股價的位階跟成員墊差這麼多 我是覺得不合理 好不好不合理 來成員墊這裡 有沒有 漲到169塊 這樣各位了解嗎 好 所以再來你看 10月23號今天早盤的發文 我跟各位講什麼 熱門個股掃描 偽創 廣達聯軍成員墊跟華泰 所以你看 這檔是聯軍 有沒有從237低點 你還有低點可以買 從237 漲到525一張 你就算是當沖 一張也有15塊 差不多 15塊就15000 對不對 你就算是當沖 你也可以賺錢 這是看我們來的好處 來你看華泰有沒有 開盤44 你就算是當沖 你也可以賺什麼 賺大概7-8% 最高漲到46.95元 所以你看 我們跟各位寫的股票有沒有 昨天告訴大家的熱門 盤錢熱門股 303星星 又持續性的一個什麼 逼近漲停的一個位階點 好不好 所以我覺得 我們每天的盤錢標 我知道非常的重要 歡迎大家加我的line來看 每天都會發文 發這個文章給大家來看 所以你看 昨天有沒有 我昨天是不是跟你寫星星 我要證明給你看 昨天寫星 今天寫什麼 今天寫華泰 對不對 廣達 偉創 聯軍 各位同學對不對 像景碩 是不是繼續在漲 遜德 是不是創下歷史新高 繼續在漲 所以你看 3037的星星 股價連續墊高 這個已經不叫緩步走漲 這叫百步穿揚 好不好 持續的往上走 好不好 所以這個行情 我覺得還是很強 你看 成名店 有沒有 所以整理 突破 等噴出 你跟著我一路建設 你看我跟各位講的技嘉 對不對 我們先從廣達開始 他一路漲下來 那我們就做一個調整 換到技嘉來 那技嘉是不是開始 準備要發動了 我覺得都很值得 大家後面再做留意 所以你看 3013的成名店 持續大漲 創新高 好不好 恭喜大家 你看 台灣金瑞 今天 小跌 今天收在820元 可是你看 他跌的時候 量縮 今天成交量是1136張 縮得好 這個量 量能縮得很漂亮 他剛剛好是鬥在五日均線這個地方 所以我覺得 各股的操作是這樣子 因為台灣金瑞 以目前來看的話 就是機器人的 整個 精神指標 我必須這樣講 所以你看 他又是高價 又是精神指標 你看這股價 這麼樣的一個強勁 已經漲到這個地方了 後面他只要帶量一下 可能又會創新高 好不好 所以你看 恭喜台灣金瑞 股價多頭強漲 衝上822元的歷史新高 台灣金瑞在北美 跟所謂的中國以外的一個亞洲市場 需求 第四季將 雙增溫 今年一周都持續向上 產業還是看好 有沒有 後面都是機會 所以當 台灣金瑞 一樣在漲的時候 我昨天是跟各位講 龍澤克6609 昨天漲停板 整個刷下來 但是我告訴各位 他不會 這樣就結束 今天要亮真漲停 你看 那個洗甩的多厲害 所以昨天去追漲停 被甩下來 停水人 今天吐血 真的是吐血 你看那一來一回可能差20% 一天而已差20% 真的差20% 所以 真的 捲到對的人很重要 你看我們是不是告訴大家 我們前面一路看 但是 拉上去漲停幹嘛 不需要追 我們可以獲利下車 對不對 那下來是不是好買點 又是好買點 今天又漲停 明天呢 對不對 因為你看 他今天收118 然後 前高昨天在122.5 也就是說 他明天要過 前高其實是蠻輕鬆的 你只要美股不要太差 不要大跌 原則上他 今天 這個兩岸原生提不住 青州已過萬重山 對不對 他是不是就上去了 各位對不對 你這樣了解嗎 2049上贏 今天震盪拉回 我覺得無所謂 沒有關係 他會上去 為什麼 你看他這個地方 位置守得相當之穩 他這個價量結構圖 量能在這個 上漲紅K的大量下緣 這地方 做一個非常強勁的支撐 守在這個地方 我覺得後面都要很大機會 再來2360的自貿 那股價 一樣持續性的一個墊高 原則上 他的題材就是說 他有揮答獨家認證的一些先進 先進檢測的設備 這樣講 當然 產品內容我們就不細講 有雷射的 有所謂的3D的機台 Model 7981 反正就是他的型號 反正不管怎麼樣 其實對於自貿來講 股價的表現相當強勁 再來6438的遜德 昨天又刷新高點 231.5了 好不好 你看 我們在Lite上面 都跟大家來講了 遜德 再刷新歷史的新高 那就是讓別人 來做彈效 好不好 所以第四季降息行情是必做 我們今天跟各位講過好多輪 你要超前部署 有時候不是超前部署 你幹要超超前部署 你才能夠掌握到最佳的商機 你看我們節目一路以來 這樣跟各位講 從大盤 從國際 從個股 從績效 從產業 跟各位分析的 非常之完整 如果你一個人單打獨鬥 覺得相當相當而累的話 歡迎來找溫遠老師 我們協助大家一起來做超速 所以我說 投資要找人幫就要找什麼 最強 最領先的 好不好 OK 那我們今天節目 跟所有的投資好朋友 分享到這邊囉 祝福大家 超過順利 賺 大 錢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公平的呢 那 就是 股市囉 股市有 非常多的機會 你想買車子 你想買房子 以及 出國旅遊的機會 組建幸福家庭 過高品質的生活 機會面前 人人平等 利用圓動力操盤法 帶著你 一起財富自由 喜歡 標股圓動力的投資朋友 請幫我 訂閱 按讚 分享出去 請加入我的LINE粉絲團 小老鼠 MORE 888 摩爾證券投顧 0800 66 8085 本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 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 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僅供參考 投資人 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